大家好 今天給大家帶來最新的成就攻略 原神成就權收集 1.0到4.4共1185個 成就數53 離岳世界任務近世久住 53 戰禍不息 離岳無相之言54到57 基礎再老 野人料倒 基礎不勞 得動三搖 無間不吹 原來那個柱子能打啊 抱怨數的BOSS成就等 等到這期視頻我們來錄製近世久刷技的任務 我們需要一名演藝元素角色 還需要 借著 追續指使 久的 需要把那個岩神像動縫到滿級 就是借個 找岩神通還動縫 我們可以在小破站裡面搜索 蜗具滿滿或是音樂滿滿 他們有完整的岩神通食品 動縫到滿級之後 我們來到落跑池的JTB點 來到之後朝西北方向 靜止走 我會接上的 然後飛下去 就可以藏到一頭柱子 我們來把 那樣背包裡面的追需之石 嵌進去 這個柱子就解鎖了 下面還會生成寶像 小夥伴們可以拿一下 然後我們把鏡頭撞到北方向 然後把鏡頭撞到東方向 上來之後把鏡頭撞到北方向 撞回去 這是我們的第二段柱子 Clip 走 我們把鏡頭撞出去 對上鏡頭撞出去 我們把鏡頭撞進去了 然後把鏡頭撞進去 我們把鏡頭撞結 嗯 繼續把鏡頭撞進去 好的,這個解鎖之後,我們把四角裝回北方向 閉嘴啦,去下一個柱子這 再把追序姿勢嵌進去 這個,大家不用怕摔下去會把角色摔死 這裡面,多動畫的時候不亂多招 葉子角色都不會摔死 好的,我們再把鏡頭轉到北方向 先去招的那一個 我們爬上這個山坡 做一下自己的體力 留一點體力來爬這個 好的,上不去,我們換的地方先來到這 再爬上去 然後讓到背後 把追序姿勢嵌進去 一扔柱子接鎖後 我們把鏡頭撞到西郎方向 取下面接扔柱子 然後把鏡頭撞到西藏 出派至上 散發至上 把追序姿勢地牽進去 把追序姿勢地牽進去 好的 必然处置起的时候 我们把镜头撞 补充能量 预备发现 我们要爬上这座三体 冒险冒险 爱爬上这座三体 就这一趟到必然处置 我们挡一下铁力回复 然后爬上去 待背面 把追据指示牵进去 我们再把镜头撞到西南方向 飞过这个山间 继续朝西南方向走 在这个下面 山谷里面 我们镜切 我们把镜头撞到南方向 选一个位置爬上去 我们把镜头撞到南方向 选一个位置爬上去 按这吧 我们把镜头撞到南方向 爬上去 爬上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的镜头柱子 它被一个封场锁住了 我们爬不上去 来到镜头柱子上面 望出眼珠 在这儿砸了一个欢心 再从这儿跳上去 来 向前 我们把镜头撞到东南方向 我们再把镜头撞到东南方向 去我们的下一等处置着 冒险冒险 又没爬上去 我先来到这个山谷这 再上去 我们的最后一颗 冒险了 我们把镜头撞到东北方向 去进入列列的遗迹 好 出发 冒险冒险 好 出发 倒下去 温馨提示 这里可以叫人了 航上你的小伙伴 航上你的大佬 这里会出伤破转 我们把它击杀 好的 击杀之后会 门就开了 这里推荐用岩竹的荒星 把那个怪物的强化机制砸一下 它就会消失 好打一点 我们进来 先上来拿到这个中石之花 这是一个五星的圣遗物 再来开启进来的宝箱 就会获得一枚戒指 我们要把它卖掉 之后我们打开地出 回到黎月爪 这里的提皮店 我们打开那个任务追踪 近视九珠 就能唱到 在地图上唱到两个提示点 上面这个是卖18万摩拉 和5的仙跳墙 然后下面这个是卖20万摩拉 我个人比较推荐下面这个 上面的仙跳墙只是普通的 我们做的是美味的仙跳墙 还是有差距的 然后上面的这一个是 需要把它时间调到网上 只有网上的时候能踩在 我们来找它对话 来学习吧 瓦 下这么高 fluffy 然后我们 supposed to be 绿皮视频我们来收集 离月时切boss无相之言的成就 需要准备一个输出型的中剑角色 加一个满能量的诺埃尔 准备好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朱云哲上方的这个TP点 来到无相之言这小伙伴们 也可以一样的 唱我做一遍 你们再来 我们先去激活无相之言 激活之后他会在场上生成几灯柱子 第一的成就需要我们在 不击破柱子的前提下把它击败 所以需要用到中剑角色 如果小伙伴们没有练中剑角色 就需要注意躲避下他的技能 第一个亮起来我们放一下加速 就可以跑来 然后第二个他会不要炎住新传异的冲击波 我们躲远一点 再冬季 然后第三就是发射那种注意中档 我们要走一下位 第四就是他会新传异的能量快 我们用大剑角色快速把它打破 就能形成护照来避免截着大范围的伤害 拿到第一的成就我们拉开距离 把拽物传异拿开 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需要把他击落十柱三次 这次需要把他击落十柱三次 击落的时候要唱一下他还在不在十柱上 然后接着技能 也可以算了内部一技能 他会帮你破坏十柱 然后击落他三次 我们就能拿到接着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是 把他击败第一次击败 之后女仆拆起大招 然后一次性把他的 这击灯柱子全部铲掉 一般来讲时间算是重组的 一拜之后就能获得我们的接着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 野兽小伙伴一起协助完成 讨伐无相之言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 一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离越世界boss爆炎术的成就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戏角色 然后还需要一个输出角色 准备好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翠绝坡下凡这个TP点 到了TP点后我们朝西方向走 飞下去 然后进入前面地的商洞 进来之后沿着这条路 我会点想去找世界boss 下一项工作室 来到这之后 小伙伴们推他让我做一遍 你们再来 我们先来把他激活 然后躲避一下他的第一波动激进了 躲避完成之后 他会朝我们释放活球 会在地上产生一个种子 我们用输出紧接待 角色帮他击破 就能获得我们的地下的声音 听不到呢 然后我们来 羽先忙活他下面的落点 或者输出痘的话 一套间的麻袋 上面的落点也是和 激动术一样不能打破 我们只能打他下面的落点 击败他之后就能获得截止成就 总有笔火灯之恶的火 最后一支成就 也是和小伙伴一起讨伐 抱岩树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求求你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